花莲县体育会24号是在嘉湾社区办理了小型的太鲁阁族祖灵祭活动 并且邀请祈老来祈福 同时也有太鲁阁族的传统歌舞展演 秀林乡长王梅归也来到了现场 对于各部落重视自己的文化也表达了肯定之意 秀林乡长王梅归在嘉湾的时候走访各部落 并且来到津梅村嘉湾社区参加 有花莲县体育会办与的秀林乡太鲁阁族祖灵祭典活动 除了和祝老们握手之一之外 看到大家邻居在吉美村多个人集会所办与活动 相当肯定祝老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那今天非常感谢田理事长 虽然扮小型 但是可以提升部落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认同与重视 真的非常感谢他 除了他推动所有的体育赛事之外 他也承接花莲县体育会的我们针对我们的文化活动 在这里真的非常谢谢 有些工作本来就是要让社团来一起推动 要办各村的文化剧 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全部的活动都停止 那就是浓缩成一场就是在这个月的30号在重德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各位乡亲 在家里多多使用主语 然后就在这里的工作上 这里有一个人的活动 有一些人的活动 而这些人会有活动 就是为了 这些人的活动 这些人的活动 是为了 那些活动 有一个人的活动 但活动 这些活动 都会有活动 他们就会把活动 这些活动 我们可以聊的事情 相当开心 交往社区主要门部分 男女老幼且去一堂 虽然是办理小学的活动 不过文化传承工作 还是要持续下去的 也希望大家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能够自发心的办理 让先人的生活智慧 能够延续下去 记得教育小学的老